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是水果花环千层蛋糕 开始前先将黄油从冰箱拿出 软化至室温待用 抹茶粉也磨成更细的状态 更方便混合 还有鸡蛋 打进碗里就可以开始了 将鸡蛋 糖粉和低筋面粉 倒入一个大一些的碗里 混合到看不见白色的面粉就可以了 然后确认黄油已经软化好 将奶油奶酪混入其中 用微波炉加热10秒钟 有一点温度会更好融合哦 黄油和奶油奶酪先混合均匀后 再倒入之前的面糊里进行搅拌 就会得到更顺滑的质地 不需要滤网 接着倒入磨好的细腻抹茶粉和香草精 混合均匀 倒入淡奶油和牛奶 倒入淡奶油和牛奶 搅拌均匀后 进冰箱冷藏10分钟就准备好了 现在开始煎可力饼的部分 准备黄油一条 8英寸的锅子一支 大一点的汤勺一支 先将锅子微微加热 黄油均匀涂抹一层在表面 每次舀一勺大概40毫升的量 然后立刻转动锅子 让面糊均匀铺开 直到没有流动性再放回火炉上 在火炉上用小火 煎到表面冒小泡泡就熟了 因为这个比例的饼皮很薄 所以不需要翻面 做好的可力饼直接翻转 倒入盘子里不用隔层 只要把太皱的饼皮稍稍铺平就好 在可力饼热的时候 尽量不要移动太多它们的位置 会很容易破 全部煎好后 入冰箱 倒饼皮全部凉透 这时候刚好来打发奶油 将糖粉和抹茶粉依次倒入淡奶油 然后用高速打发至裱花状态后 冷藏待用 凉好的可力饼皮尽可能整齐地叠在一起 凉下来的饼皮们不仅没有那么容易破 还更可口 用4英寸的模具在中间切出一个圈 外圈的部分 就是圣诞花环千层蛋糕的基底 内圈部分的饼皮先放冷藏待用 将整个外圈都反过来 然后饼皮与之前打发好的奶油 一层就叠起来 尽可能将每层奶油的量涂抹均匀 每层的厚度与可力饼差不多 会更好吃 完成后放入冰箱冷藏 接着来用内圈做树干千层蛋糕卷的部分 将两个小圆饼皮并排放好 重叠的部分用奶油作为粘合剂 按照这样的方法将8张饼皮卷起来 作为树干基底 中间均匀地铺上蜜红豆和奶油 同样不要太厚 再以同样的手法卷一个4张饼皮的小卷 完成后放入冰箱冷藏 衬两种蛋糕的基底 都在冷藏的时候 来准备一下装饰和水果的部分 所有材料按照自己的需要 适量准备 草莓一部分连着叶子 一起竖着切成小半 另一部分去除叶子 横着切两至三段 奇异果的一部分切成片 另一部分切成小块 切好水果就可以开始装饰蛋糕了 花环千层蛋糕可以用马卡龙和水果装饰 树干蛋糕的小卷切成不同的段落 作为树干的枝鸭拼在一起 树干蛋糕的小卷切成不同的段落 表面用装花袋将来有几层树皮的模样 在顶端装饰一勺蜜红豆 以及草莓的叶子就好了 其余的水果部分 一层层叠成水果圣诞树 在树顶上装饰上奶油或者珍珠糖 切的厚的草莓可以做成圣诞雪人的样子 用奶油挤出脸的部分 还可以加上小围巾或者扣子 脑子的绒球部分也可以用珍珠糖来做 眼睛用洗衣裹的籽就可以了 到这里甜点桌的制作部分就完成了 想用前在树干千层蛋糕卷上 撒上一层抹茶粉 然后给所有的甜点下一场糖粉雪 一桌有气氛的圣诞甜点桌就完成了 这次的食谱虽然有些复杂 但过节就是要多花点时间在美食上呀 节日的大鱼大肉后怎么能少了一桌这样的甜点呢 寒冷的季节也要多补充水分哦 奇异果和草莓是很适合圣诞季的水果们 颜色超级大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超棒的圣诞节 Merry Christmas 那么这期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们喜欢这次的分享 可以的话请帮我按个喜欢和订阅哦 也可以开启小铃铛 获得最新影片提醒 我们明天再见 谢谢支持 欢迎订阅